五十一日 《中國經營報》 日化巨頭背道遺詞的商業邏輯 2015年7月20日 自在公司C02 禮兵單賣不過癮 寶傑已經開F 甩賣模式 近日 寶傑向美國香水及化妝品集團科帝公司 以下簡稱科帝 打包出售旗下43個美容品牌 其中不乏沙酸 伊卡路等消費者屬資的品牌 自此 寶傑的瘦身計劃就將完成百分之九十 很多工作也將佈入數美階段 與此同時 老對手聯合理說卻進入了與之反向的並購軌道 僅在2015年已經將四個品牌收入囊中 甚至2014年還將寶傑的棄子招入輝下 一個聚焦大單品 一個依然再加固多品牌 自然相反的路見背後有何商業邏輯 表面上重複寶傑舊路的聯合理說是另有所謀 還是會重度覆設 最大授身7月9日 寶傑公司對外宣布 該公司已經同意將其下沙龍專業美髮 零售染髮 美妝 香水 以及部分美髮造型產品業務出售於科帝 交易初始價值125億美元 據透露 交易涉及的品牌 包括美髮業務的沙酸 威娜威勒和伊卡路克勒羅等品牌 香水和美妝業務的封面女郎 而7月7日 寶傑公司才剛剛與亞馬遜中國在上海聯合宣布 在後者的專業美髮管上線之際 雙方開展戰略合作 在美髮產品及美髮潮流趨勢上合作 致力於將最新 最前沿 最潮流的美髮產品大級消費者 共同開於上一站式美髮沙龍新時代 近兩天時間 美髮業務職從承擔著寶傑開發沙龍線上時代的 轟骨之神倫為了戲指 寶傑 中國 傳播與公關部公司 事務總監梁雲向中國經營部記者指出 此次交易共涉及43個品牌 以監管部門批准 並完成相關所有要求的訊息和初商程序為準 預計將於2016年下半年完成 另外 有個別香水品牌需要許可方同意移交 同時 他強調 至此 寶傑公司已經宣布了 在品牌組合重審中計劃 《摩尼或中指》的100個左右品牌中的90個 按照寶傑的簡潔專注計劃 寶傑集團首席執行官雷富麗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該公司將著力於拓展旗下最具核心競爭力的 十大品類 六十五個品牌 而在行業人士看內 寶傑最終保留的業務將會集中在英友宜 女性和家庭護理 如幫保釋等 美容 如潘亭 SK2 飄游 書夫街等 植物和家居護理 如泰漬等 和健康院男士 如街傑視 歐羅BG-Alet 吉列蒂蘇都等 等領域 據寶傑提供的資料顯示 受身後保留的品牌中 有二十三個年銷售額超過十億美元的品牌 十四個年銷售額在五億至十億美元的品牌 其中很多有成為十億美元品牌的潛力 寶傑稱 幾乎所有二十三個十億美元品牌和大部分 五億至十億美元品牌都在各自品類或細分市場佔據前兩名的位置 同時它們都有極大的增長和價值創造潛力 有評論認為 儘管寶傑在美容業務方面增付出很多投資和精力 但效果並不理想 賣出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寶傑最新公布的2015年3季報顯示 其美容 各戶產品銷售同比下降百分之三 連續九個季度出現倒退 對比放盤者寶傑 接盤者科大的各類產品的銷售也並不理想 遙摩停滞不前 遙摩出現下滑 資料顯示 科大增於2011年號之二十四億元收購了中國化妝品品牌丁嘉儀 但於2014年6月宣布停止生產和銷售 丁嘉儀成為被外接並購後首個租公開叫停的品牌 以及被拋棄的原因正是業績問題 中投顧文化工行業研究員 常日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 這筆並購應該是近年來日花領域最大的一筆並購 將改變目前香水和化妝品市場的格局 對於科大來說 此次收購有助於公司擺脫銷售量下滑的命運 實現轉型 並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香水公司和第三大彩裝公司 對於保潔來說 出售增長較慢的品牌可以養其更加專注於快速增長的品牌 數據顯示 保潔此番售出的43個品牌 在2013-2014財年的營收總計為59億美元 佔保潔總營收的7% 對手增肥從保潔的市場情況和產品線報局內看 美容業務銷售情況並不理想 屬於計勒品牌 且重複性很高 品牌營銷及培訓專家之單和高數機者 把這些對業績貢獻率不高的品牌以一個好價錢賣出去 可以緩解其業績壓力 此前 保潔前任CEO 麥瑞博 因為業績原因被受壓力 還增被投資者彈劾 雷富麗從掌稅印後 雖然敦F 收身大計 但是業績並未立即好轉 據預計 根據此次與科大公司最終的交易金額來看 本次交易的盈利在50億至70億美元之間 因此 業內認為 此舉會令保潔2015年的財務帶來明顯的改善 而中頭顧文化工行業研究員李嘉南則認為 保潔出售旗下多個美容品牌不僅是為了短期業績 更是為了長遠發展 該公司旗下產品種類連H 一定程度上會分散企業用於單個產品的精力 所以保潔雕出寶居 付諸全力於有限的紙品牌之上 不過與保潔的收縮陣線不同 老對手聯合利華正在背道而馳 在保潔亡著大收身的同時 聯合利華正完成年內的第四次收購 買下了美國的專業護膚品牌Murad 資料顯示 2015年3月 聯合利華收購英國高端護膚品牌Ren 5月收購了美國品牌Kate Somerville Skincare L.L.C.海思薇 6月收購美國護膚品牌Dermalogica的美洛家 此前 聯合利華還將保潔其下鄉造及沐浴露品牌 L.C.Kamme的全球業務及激爽Zesk 除北美及加勒比地區外的業務收入囊中 以引進具備發展潛力的品牌提升實力 來面對保潔等競爭對手的較量 聯合利華公司相關工作人員 以涉及競爭對手的評價 及對未來的預期為由 拒絕了記者的採訪 但是該公司高級品牌部副總裁Vasiliki Petrao 在收購Rang時曾表示 新收購的品牌對現有的品牌組合 會形成一個很好的補充 且該公司還擁有自由現金流31億歐元 將在2015年利用這筆現金 在個人護理業務領域繼續尋找並購機會 有業內人士分析表示 聯合利華在產品結構方面一直信息於保潔 尤其在高端個人護理業務上是一個空缺 希望通過並構達與保潔抗衡的水平 其實 經過調整 保潔的經營範圍已經集中在了 居家護理和家庭健康用品等領域 而聯合利華除了家庭及過戶用品外 還有食品業務 分析數據指出 洗衣粉等家庭護理產品毛利率在30%左右 而過戶產品的毛利率可達60%以上 因此 業內人士表示聯合利華加馬高端 個人護理產品正是出於提高利潤的考慮 2015年第一季度 聯合利華收入增長12.3%至128.04億英鎊 由於2014年四季度和市場預期 銷量和價格也分別看年增長了0.9%和1.9% 而保潔同企業職營在下滑 上日之指出 相對於保潔的大單品戰量 聯合利華選擇的士多品牌營銷戰量 即對同類產品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 不同的品牌定位於不同的細分市場 可以使企業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但如果聯合利華只注重收購品牌 而不加強對核心品牌的創新和強化 最終也會被迫採取瘦身行動 以保留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不過如今的聯合利華似乎再重走一條保潔 已經走不通的道路 國內某日發企業內部人士告訴機者 此時的聯合利華狠像是多年前的保潔 希望通過大而全的豐富產品線搶佔最多的市場份額 但是取得市場的發展及企業市場份額的最大化 缺乏聚焦和重點運營的欠缺暴露出來 整體效應被分散 業績增長受困 所以 聯合利華在追逐保潔的過程中 也要吸取其經驗和教訓 設備它的本質 照片 提高 鮮 墨